好,接下来有个什么讲的 API 然后先做接下来 接下来我在讲新年来查知道的 然后在介绍API 之前 我先回顾一下在 Kubernetes 中产用的 Inverse 第一条件 显示了在 Inverse 里面 我们的流量是如何到达Pol的 Pol中的,可以看到 我们一个请求他会先到达 Inverse 然后再到达 Service 然后再到达 Pog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Inverse 的一个使用案例 这个 压在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是可以通过 Service 里面的路径体配 然后可以转发,请求转发到 哪一些 Service 中 如果我们在 Service 有些高级的工程的话 我们可以在 Orletation 中 有一些材料的配置 并且可以从这个 压在文件中可以看到 他们的应用程度目前有一些 比较大的缺陷就是 非常高的扩展 它只能在 Orletation 中起 没办法通过一些 CMD 来扩展 好的,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 Gradway API Gradway API 是一个新的一个 小准吧,就是来 来导致进行那个服务 当我们在这里面上 采用了群众很严厉的资源 包括 Gradway API 我们来通过 不同的角色来 充电不同的公园 来 加分不同的资源 然后在 在 在 Gradway的一些里面 它的流量是如何到达 Pol中文 在这里也给了一个 请求的这个链路 然后服务 我们要请求先到达 Gradway 然后再到达 HPWC 然后这个HPWC 里面 可以给 这个请求的 交易规则 那些不同的请求 每一个请求规则 就达到了 Service 然后 那个Service将请求 转化到 这个不同的Pol中文 OK 然后我们来读解一下 这个Gradway 能用的 Gradway 它们这些差异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反显了 我觉得 一个比较共同的差异 吧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学义的支持 一旦英国类似 它只支持 比如FBP 或者是FPS 然后Gradway HPWC 它只支持 L4和 一层型 或者四层型 因为我们还可以 使用一些 CPU 或者CPU的一些支持 然后包括一些 拓展 但是英国类似 在上面我们只能通过 RK 来 来 制定一些标记特性 然后在这个 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是可以 通过 因为是 这个文件里面 它类似的一些标记特性 我们就不需要 去通过 一些RK 解写 这就是它们 主要的差异 然后我们可以来简单 这个文件下 在视频中 它是如何做的 那么我首先会部署一个 做出多个info的usom 然后部署之后呢 我就会创建两个支援 一个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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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支援 一个支援 一个支援叫做 GitwayCraft 它是 这个Gitway API 这个插件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Gitway API 它是可以有不同的 这个网上来提供的 那么它也是 使用一个Saving来提供 然后我们的主要就是 HPM 然后H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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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配我们的请求 比如我们在里面 选择匹配 让那个请求转发到 我们的后段里面 一个服务 然后在HPM 创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要反共我们的这个服务了 那么首先我们 可以创新到 Gitway 你选择的库言 它就会提供一个 IP地址 或者是名字 在国际上是一个 IP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 反过这个IP地址 可以问我们的这个 服务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新闻中 它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我们回想一下 这个整个请求的列入 或者我们发出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 会到达 HPM的某一个节点 然后就会被 这个音速配件 蓝结 然后蓝结进行重新 在我们的空位中 RM就会跟 调整个体费 那么你就转发到 我们的 困难中 也就是我们Pull中 OK 然后我们也想 回顾一下 整个的数据流程 这个比较处导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在我们 这个调整个图 我们刚刚创建了 几个机构之后呢 就会由 CM的一个 控制器材质的 設定operator 它会忘记这些机缘 它有一个 复杂的最核心 叫做CEC的一个资源 然后这个CEC图人 我们第一次创建之后呢 那个 有一个叫做CEC Manager 在里面的组件 就会 创建一些的流程之后 进入一个 把我们的配置转化成 能够中的一些配置 之后 同学它也会 排行出一个Service 然后这个Service 通过一些的流程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段 EVPF代码 直到节点中 最后 最后 还会 带出我们 提醒整个 这个PT的流程 如果 我就不讲述的讲解了 我兴趣的可以下载 这个PT来看一下 然后最后呢 就看一下 我们现在 最新版的 Service 1.1 就是支持的一些特性 就是我们现在最新的 Service 1.1 也有支持的 API标准的1.1版本 然后还支持一些 Post Network的模式 如果 如果你是没有 Google版的服务 我们可以 使用Post 那个Work模式来 创入服务 等等 这些 经测性我也不一介绍了 我的介绍就是到这里 谢谢大家